現時為2017年1月24日下午12時31分 本人劉志恒於時事中央大會擔任主席一職 主席宣布2017年到香港大學生會收連大選中央諮詢大會正式開始 時事中央諮詢大會依照香港大學學生會評議會常規進行 並以會議一個新問題兩個續問三個評論的形式進行 所有會眾每次發言前必須先舉手等主席叫名之後 必須先稱呼主席大會方可繼續發言 會眾可自由選擇以中文或者英文發言 請問會眾對時事會議的規則有沒有問題 This is the central campaign for annual election 2007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The campaign wi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tanding order of the HKUSU council and with the format of one new question, two follow-up questions and three comments All members who wish to speak shall signify your wish by raising hands After the chairperson calling you to speak, please address the chairperson when you speak Members may speak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Are there any questions on the about construction? Members may speak in the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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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諮詢大會開始之前 主席收到以下的correspondent 馮紀立 Michael, Proposed General Secretary, 將會在4點15分離開, 因為 Please Schedule Audition 梁芳惟 Fergus, Proposed External Affairs Secretary, 將會在1點半離開, 因為 Compusory Laboratory Session of His Curriculum 林巧彤, Proposed Chairperson of Campus TV, 將會在12點半至1點半 episode, 因為 Lecture Felix, Christopher, 和邱月峰同學, 將會在1點半至2點半, 因為 Lecture 陳守正, Proposed Popularly Elected Union Counselor, 將會在absence, 因為 Sickness 還有沒有其他 Correspondents? 沒有的話, 現在進入候選人自我介紹的環節, 請每位候選人用約30秒時間, 簡短地介紹自己 準備好可以向主席治療, 王同學 Testing, Testing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學生會2017年度中央幹事會, 候選內閣睿銳明, 候選會長王正德 在過去的一年, 很有幸, 才成為港大學生會民學院學生會的外務副主席, 參與各位學生會不同範疇的工作 來的一年, 很希望學生會可以在大家的學院生活中有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外務亦都希望學生會可以繼續豐富不同議題的討論, 希望大家可以投我們約明傳票給我們一個機會服務大家 多謝主席 陳同學 Testing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2017年度中央幹事會候選內閣睿銳明, 候選內務副會長陳希朗 我們就有幸擔任一個社會堂代表, 參與了很多學生會架構的工作 其實在會務和校務方面都有相當多的改善空間 在會務方面, 會員和學生會之間的歸屬感有一個距離 會員對學生會的歸屬感不足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舉辦多一些福利康樂和非本地新的活動 希望可以拉近會員和學生會之間歸屬感的距離 至於在校務方面, 大家可能會看到大學條例的東西 很多時候專責小組出的報告都還未釋出 所以就著大學條例, 還有相當多的改善工作 至於教育方面, 其實也有相當多的改善空間 所以希望透過參選, 內務副會長一職, 希望可以在校務和會務都作出改善 最後請所有同學都可以投我們銳明傳表 讓我們真的可以就著學生會所有的東西, 以至大學發展都可以作出一些實際的改革 多謝 林同學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三會 2017年度章 近視會 候選外國銳明 候選外務副會長 林澤剛 在過去一年, 我差點目睹了李國章 如何在一片反對聲中上任 而目睹了很多同學為此前赴後繼 身為講大家一緣, 我覺得自己都不可以置身事外 應該略盡勉力, 捍衛我們院校自主 那如果來年有幸當選 那我將會積極法國學界的合作空間 看看在高等教育議題, 或者在大學條例議題上面 有沒有什麼可以合作的機會 從而希望促進學界的團結一致 共同捍衛我們院校自主 多謝主席 同學 Testing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2017年度中央幹事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常務秘書馮紀立 過往那兩年, 我也有幸當選 或者擔任屬會和聯會的幹事 但我也都體會到 其實有很多問題在學生會架構以外 而屬會和聯會一直都沒有能力去解決 所以我希望接下來這一年 如果有幸當選學生會幹事 可以利用這個心理去解決 學生會架構以外和以內的問題 令到香港大學能夠成為一個自由 當然 值得我們驕傲的地方 黃同學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 現一七年度中央幹事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財務秘書王曉惠 去年度我也有幸擔任 文學院學生會的財務秘書 在出席這個病議會的財務委員會的時候 都明白到 屬會是對學生會的資源是有所需求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幫助到不同的屬會 除此之外 李國章打入了校委會主席 而有陳文敏教授 是被不獲位任為 港大的副校長 都令我覺得 港大已經進入了一個禮賓樂壞的年代 所以我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可以抗衡到港共勢力 希望同學可以投我們讓名傳票 讓我們可以服務同學 多謝主席 梁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 已經17年度中央共事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外務秘書梁火惠 過去一年 我有幸以香港大學生會 大學堂叔生會 外務副主席的身份 服務學生會 評議會和學生會 更加有幸加入 評議會的時事委員會 得到接觸外務的經驗 和一些知識 過去一年 港大內外其實都 非常之動盪不安 做一個大學生 我以為見到一個時代的困局 我們實在責無旁貸 所以我希望來年能夠 以外務秘書的身份 服務同學 同時提高同學 對時政的關注 令到港大和香港 面積在一個更加好的地方 胡同學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 認17年度 中央共事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學生 福利秘書 胡小成 去年我有幸擔任 同學院學生會主席一職 令我更加關注 港大的事務 由抹黑學生的行動 為部門統治 直到有學生 因為校方高層 報警而被捕 都令我十分之憤慨 令我希望在來年 以另一個身份 去繼續服務同學 而福利正正能夠 拉近學生會 和同學之間的距離 提高歸屬感 因此我希望 若然能夠順利當選 我希望能夠 致力去了解同學 對於福利上的意見 建民加以改善 多謝主席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生會 已營了七年度 中央國事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出版及宣傳秘書 陳子惠 過去一年我有幸 擔任國民學院 學生評議會 遲遲委員的委員 發覺其實 學生在接收 這個學生會的活動 資訊時 一直都處於一個 被動的角色 所以來年如果有幸 可以擔當出版及宣傳秘書 這個委員 希望可以加強宣傳 學生會和屬會的活動 亦都增強 學生會不同宣傳平台的內容 另外都很希望可以出版 客氣 完整學生會的歷史 多謝主席 鄭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生會 2017年度 中央國安市會 候選內閣銳明 候選時事秘書 鄭之浩 我過去在港大內 都一直 親眼目睹很多 不公義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都很希望 透過參選學生會 去取得一個新委 然後去 令校內外的同學 都更加 去了解 甚至關注這些事情 甚至 我是想改變這個現況 再加上 在現界的幹事委 其實他們的外部幹事 也是全部出決 所以我都很希望 在接下來的一年 可以投身在學生會 在外部方面的發展 和我都很希望 去承擔大學生 在社會上的責任 希望大家都可以 支持我們 瑞銘十個人 投我們全票 多謝 黃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生會 年度中央國事會 候選內閣 瑞銘 候選行政秘書 黃竹瑩 去年我很有幸 可以擔任到 院會的成務秘書 理解到屬會 在舉辦活動的時候 一些資源的需要 和可能會產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來年我希望可以 競逐行政秘書 這個職務 希望可以用我的經驗 和用我 在去年了解到的知識 去來年服務 會員和屬會 希望可以令屬會 在舉辦活動的時候 可以更加順利 都妥善地管理學生會的資源 繼續令會務 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順利運作 我也都希望 來年可以和我一班 候選幹事 努力工作 服務同學和屬會 希望各位同學和會員 投我們瑞銘 十個人傳票 多謝主席 許同學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我希望來年我參選 候選五代務會員 可以繼續為屬會和會員服務 多謝 接著 請多謝主席大會 請多謝主席大會 出現 我們的學生會 下一個主席大會 政主席大會 和順利聯合國 公開 順利安展 李慧峰 經濟公司 香港合影院 中原級 為什麼我想參選呢? 就是因為本身我們對很多不同不同的電影 和不同的製作也會有興趣 很希望加入劇時的朋友 我們經營和想想一些新的idea 還要拍多些不同的節目 給他們看 另外可能我本身是一個讀雙科的 我就很喜歡跟他們的香港 我以為每一個人都會有他的長途經驗 我就很希望透過 跟外間團體的文革各大專業校的合作 就可以多福一些我們下一個節目 提升下一個節目的質素 那我就說10月了 福同學 到我們主席主席大會 2017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 夏園電視候選內閣LUNA 候選網絡發展副主席馮卓傑 公事學卷第一部份 為什麼我會想參選夏園電視? 因為我自己對拍片有興趣 得知社會上或是在大學裡面 那些人對於時間的參與程度 或者認識是稍為低 所以就希望透過拍攝片段 來提高他們的定資 另外自己 都在中學的時候有參與過 夏園電視的工作 所以對技術或者是 這些層面上的東西 稍為經驗 但就希望可以將自己的經驗 動員分配完 而是可以製造一些更好的 品質的片段出來 多謝主席 謝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大會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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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同香港大學 學生會學院 校選編輯委員會 校選編輯 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 二年級自由式 其實現在看到 近幾年 在政權上面 不斷在打壓香港的言論自由 和出版自由 同時 我希望透過參與學院的編載工作 從而去令到 繼續在針堅時弊 文字的創作上 繼續為學院付出 所以我希望 在未來這一年 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我希望各位 可以給予我們一個 尋找光明的機會 多謝主席 鄉同學 我希望大家更加關心 這個社會 在這個黑暗的時代 我渴望用 噴槍文字 來檢驗 香港的未來的前堂 我在之前的國 都是主席 張同學 議員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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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延遭 香港大學合唱會 投票編輯委員會 即是 候選副 投票編輯委員 議員合唱了文器 我自己是很想像 文字的影響 我希望可以透過文字 去傳媒我 就是所思所想 她的文字 去滿足身邊的人 對黑暗的人 關心 過去幾年 我們是香港 但香港發言了很多事 但有些人在香港 跟我們有關 所以我希望 可以用文字 陳同學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議員在七年到候選普選評議員 就是一家號林學士二年級 我也是今年度的普選評議員 今年我會競逐連結 希望可以充分發揮這個心理的角色 在評議會裡面繼續為基本會員發聲 同時也希望在學生會大學 第105個年後的時候 去做一些有歷史性意義的 譬如說去整理我們評議會的會議記錄 以及去引起同學對於大學園景的關注 希望在校正委會無論方面可以有所作為 多謝 王晴峰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香港大學生會2017年度候選普選評議員王晴峰 我之所以希望上普評 除了因為我對評議會的工作有興趣 希望可以在評議會裡面為各位會員評議之外 也都希望可以憑植前年的經驗 和今年的想像 奮復普平的工作 發掘普平的潛力 鞏固和會員的溝通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為改會員服務 多謝主席 方同學 方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生會2017年度候選普選評議員 方熙陽文學士二年級 過去一年有幸 以理事件學生會的岸目副主席 加入評議會 一年的工作經驗裡面 另外認識到評議會的工作是怎樣 也都想透過今年參選這個普選評議員 可以在這一年裡面 繼續可以為基本會的聲音 繼續為評議會服務 多謝主席 歐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生會2017年度候選普選評議員 歐偉健 高學士二年級 在大學過了過往一年裡面 我看到身邊很多的同學 對於學生會的事務 校務都不敢不關心 所以我認為 作為普選評議員的候選人 我希望在當選之後 可以好好發揮普選評議員 作為學生和評議會之間溝通的一個橋樑 將評議會的聲音帶入學生之中 同時將學生的意見發揮在評議會 各位同學服務 多謝各位 趙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學生會2017年度 候選普選評議員 趙嘉儀 我參選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 就是希望去會員推廣會務和學生會的事務 因為我去年年1月的時候 都有問過一些同學 沒有想像的同學 知不知道學生會和會務是甚麼 其實他們都不太清楚 但他們都知道 可能是派下福利巴的稿籍 所以我希望透過一些評議會 可以收集到他們的意見 去看數目反映 第二個三小的原因 就是主要是監視學生會的行政 因為看回去年手機應用程式通過 並且撤回這個以往的時候 其實同學都有不少的聲音 就是可能是他熱身中和朋友說 或者是網上都有不同的聲音 但好像這些聲音 未能夠充分地帶入議會 並且反映回 所以我希望可以 來年可以做這個角色 跟同學的聲音帶入議會 都是其實 謝謝 現在會進入自由發問的環節 回眾可就候選人的政綱作出提問 而候選人的政綱已經放置在旁邊的桌上面 回眾可以自由撒取 現在我們會接受質問 Members may ask questions to candidates concerning their platforms You may obtain their platforms outbooklets over there 好 現在新問題 在場會眾有沒有新問題 有沒有新問題 有沒有新問題 現時場內進行的是2017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週年大選中央諮詢大會 會還可以到旁邊撒取候選人的政綱並就其政綱作出提問 This is the central campaign of annual election 2007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Platforms of candidates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tables over there Members may take a copy and ask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ir platforms 有沒有人組織緊心問題 有沒有人組織緊心問題 請問一下六四晚會的六四晚會 你們對六四晚會的紀念會是怎樣 可以說一下形式方面的安排 多謝主席 黃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大會 就像六四當明的紀念活動 其實我們和過去兩年一樣 都會在六四的範圍以外 舉辦一個論壇 是就著六四可能對於我們現在這一代有什麼意義呢 會有再多一些探討的 我們之前都接觸過一些其他大專校的候選學生會幹事的成員 就問及過六四議題大家的一些看法 暫時都未聽到又說 會好像去年那樣 有一些不同大專校學生會合作的計劃 不過呢 都不希望在這裡把我們幹事會的一些看法講得太實了 因為以往其實的做法都會是 放回在評議會的時事委員會裡面 和委員去交代想怎樣就著六四有一些相關的紀念 所以都 這個暫時就是我們幹事會的看法 不過以後都會在時事委員會再做一步去確定 謝謝主席 竹文梁先生 謝謝主席 想你們評論一下你們瑞銘 覺得 黃銅鋒和石苗他們搞的六四盲會 你們覺得搞成怎樣 那第二就是 你說你接下來搞六四的形式 你要跟接下來的屆平議會的時事委員會去談 那你們之中有沒有初步的想法呢 多謝主席 黃銅鋼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首先第一個會議 第一條問題就是 評論過往兩屆的幹事會搞那些六四的活動 那你認為 我們都認同他們過往的一些形式 譬如去年 即石雷那一屆開始 就沒有去買一些燭光回來 再用燭光去悼念六四這個活動 那我認同這一種模式 所以來年如果我們真的可以當選 然後在六四當晚有些活動的話 其實都不會再入購一些燭光去進行這種形式的悼念 所以這個就是簡略對過或一年的活動內容的評價 第二就是我們現在鋼小的想法就是 雖然我們說 最後都會加快時事委員會有個詳細一點的討論 但是我們現在初步的想法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沒有計劃會和其他大專校的學生會合作 搞一個六四的晚會或者紀念活動 而在港大裡面搞一個相關的論態 謝謝主席 玉文 梁先生 謝謝主席 我想問條線究竟滑到去哪裏 剛剛請你們去評論回以往兩年的做法的時候 你們說會好像石苗那樣 就不太燭光 不太蠟燭去做那個燭光的場面 然後又說有些東西會放下去 可能會在市市委員會那裏聽 那究竟是甚麼程度的東西 你會放下去市市委員會 有些甚麼是你已經有個想法在裡面了 謝謝主席 黃同康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大會 不是說特地有一條線在 而我們現在候選幹事會 對於整個六四晚會的形式 已經是有一個看法 包括了就是 譬如我們好像石苗那樣 不會再入購一些燭光 和會議輪體的形式 我意思是 擺放在市市委員會討論的意思 我們會將整個計劃 交回到市市委員會再討論 看看委員到我們這個計劃 整個計劃會不會有甚麼任何的意見 所以 其實我們現在已經是全盤的一個計劃 但是 最終是不是真的落實這個計劃 我的意思是 要再看回市市委員會裏 委員的討論 謝謝主席 評論 梁先生發言性質 評論 評論 好 評論梁先生 各位主席 那麼 搜回那個 State Order上面 說說 兩個逐問一個評論 我可能會再開心問題 這樣問下去 那麼 剛才 問你們 對過往兩莊 他們搞六四晚會那個 的comment 其實 除了形式方面 是想你們會講多一點點 例如 為甚麼要搞六四 又或者是 搞這件事 跟你們現在講出來的 政權宣言 或者你們的理念立場上面 有沒有些事是 相呼應 或者相違背的地方 那 是不是 現在在開心公園那裡講出來 就是 說應徒石廟 太蠟燭 那除了這件事之外 是不是 是不是這件事最重要呢 那麼多基本會員 或者那麼多會族 我問你們 的時候 其實可能關注的是 除了說 一兩個說 做不做 派馬蠟燭這些東西 又或者是 你會不會安排一些 狗賊 又或者會不會安排 鐵路牌 那 這些東西當然 你一定可以聽 做不做的 我們其實 起碼是聽到 更多的 一些 理念上的東西 對呀 尤其去年石廟搞六四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東西 是上了 廣民的 一些版面 那些 我們其實是 期望聽到那麼多 而不是只是說 一兩個的活動的細節 這麼簡單 那我希望一間的答案上面 瑞銘可以講得更加具體一點 再去知識表演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眾組織的評論 主席看不到 新問題 李同學 多謝主席 香港大學學生會 基本會員 社會科學學士 4.50 我想問一下 那麼多位普選評議員 其實你們是不是 獨立去參選 因為 謝謝 謝謝 陳同學 多謝主席 主席主席大會 其實我們所有人都是獨立的參選人 其實我們在網上 也有每個人自己獨立的政綱 也都經過了昨天的大會 和看回我們的政綱 也都見到我們六個人 是有很不同的看法 也都彰顯到我們的獨立性 至於我們有一些東西 譬如說 一些專業 或者是一些 一些宣傳用品 或者是同一處理 希望可以整合這些資源 令到基本會員更加了解到 我們後宋保平的概念 但是我們的本質 我們的理念 都是很不同的 我們都是獨立的參選人 我們都是獨立的參選人 如果當選 亦都有行當選的普遍 願意的話 亦都會積極探討一下 在這些理念相似的政策上的合作方向 和空間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 你們會否覺得這塊板上的宣傳海報的風格 是會令到人們覺得 以同一支莊的名譽商 一起去參選 或者是一個聯合的名譽去參選 因為其實風格也是十分之 其實是一樣 應該是同一個人的首筆 還有我希望 接下來的問題 是不是應該是每個評議員都要回答呢 因為你們說你們自己獨立參選 沒有理由 有些回答了 其他人就不回答 謝謝 黃同樂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有關於宣傳方面 我們有探討過 其實這個是 Cross Effectiveness 即是成本的方面 我們由於為了方便起見 就只找了一個人去幫我們進行設計 亦都為了很麻煩的人 所以只出了一個設計 如果引起誤會的話 在這裡說聲 不好意思 多謝主席 陳同康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那麼其實看回我們那些 的印刷品的外觀設計 那麼或者可能是有相似地方 或者可能會有另外的誤會 但其實這些外觀設計 只不過是吸引人看我們的正方 當它去了解我的正方 時 就知道我們六個人也是很獨立的個體 所以或者一開始會有一些誤會 但也很快會微襯到這些誤會 所以我本人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方同學 謝謝主席 我們的宣傳海譜 實際上設計人是同一個人 因為我們都是想為了方便興建 而且不是我們那麼多人都懂得 整海譜的一些技術 所以我們就變成方便興建 就是找同一個人去設計 如果有基本問題是誤會了 而同一個資助 同一個組織的名義去出選的話 我們是一個先生不好意思 但也想藉著這個機會 去跟各位說我們是獨立出選的 謝謝主席 歐同學 謝謝主席 模擬我們的宣傳品 你的海譜的方向是比較相似 但是因為當初我們想到的結果 是因為我們希望有可運用 我們一些宣傳的資源 去節省時間 所以才找同一個人幫我們做海譜 但是無論在我們的專業 或者在我們的政局上面 都會提罰到每一個副選平員 我們都是獨立參選 如果因為這些 因為海報而令同學有這個誤解的話 我們才會在這裡道歉 再強調一次 我們每一個副選平員 都是獨立的參選單位 謝謝主席 師傅同學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們會用四個單位去叫我們 即是後庭高中平議員 然後中央說 就會拍完全部兩位 兩個單位 可能我們同一個poster 同一個style 我覺得聯合他們的宣傳力量會比較大 那就不代表我們的政綱 都是聯合的 大家可以 refer回到我們的平台 其實都可以見到那本帽子 那個設計 其實都是我們每一個人出自自己的手筆 其實都是不一樣的 希望如果有在座的同學 如果是有誤解的話 我們必須向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希望大家看了我們成功之後 平白到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獨立參選的 謝謝主席 竹筆 梁先生 謝謝主席 講到印刷品 我想問問黃同學 這本booklet的最後底頁 那個引文是甚麼意思 黃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We are the New Americana 這一句其實是 一個美國歌手Halsy的一首歌 New Americana 裡面的一句 其實這首歌是講一個多元和包容的社會 就是inclusive的社會 一個多元化的社會 其實這句也是我對於社會的原因 裡面我們也有提過 就是同志平權等等的議題 希望這句表達到我對這個社會的願景 多謝主席 評論 李同學 多謝主席 其實我沒有看到 六個人一起去找同一個designer 去設計一張poster 可以整合到甚麼資源 或者是怎樣可以幫到你去善用這個宣傳 你很明顯 如果你真是一個獨立參選的個體 其實你是不會和其他的組織 或者其他的參選單位 會合作去找同一個設計師去設計 風格完全是一樣的宣傳品 譬如校園電視和學院 因為兩個不同的參選單位 他們自己是同一之裝 當然他們的宣傳風格是一樣的 但是他們兩之裝 他們兩個單位候選單位不同的時候 不會用同一個風格 之後就告訴別人 就說是接散資源 即是假設你每一個 你既然經常都這麼強調自己的獨立參選 那為什麼不是其實 所有的宣傳到你的政綱都是一手包辦呢 即是我覺得你們出同一個facebook page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我一你裝上的這些宣傳都在找同一個人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會令人有一個觀感 那就是你們的 你們是同一個 本身是有聯繫 也都給人感覺 你們好像是 同一支裝出一個聯合政綱 因為同學 在campus 走過 看到這六張poster 他不會看到 你六份不同的政綱 他一走過 就是看到六張很像的照片 而給人的感覺 就是覺得是一支裝 對 希望你們日後 在這些位置 多加注意 即是既然你們是這麼強調 你們自己是獨立性的話 對不起 評論 梁先生 那位主席 主席 主委想comment那個引測品那裏 那裏 那裏見到 可能是 雖然說設計風格是相似 但是應該是 黃樂美特去引用了一些 可能是歌曲 又或者是一些 引用一些名言 這樣 那如果 同學 入了評論會 在 例如 不同的常設委員會裏面 我們幫助寫聲明 或者怎樣的 就可能 小心少少 擺一個引文出來 其實有時候可以加強 那個論說的說法 但是 你靠那個 詞會出來 你加多少解釋 去說你用來做什麼 去怎樣去呼應到你的政歌 去怎樣去呼應到你想表達出來的 論點 那你可能在論證上面 要做多少 我無意變成中文堂 但是 我以為文堂 但是 我們其實都希望 會看到更多 你引用這些東西出來 你到底想表達什麼想法 各位主席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眾 組織那麼評論 主席見不到 新問題 有 有 有沒有台下會眾 正在調整新問題 請問 還有 是 呂同學 將校園傳媒重新有票有什麼看法 好 同學 謝謝主席大會 我們候選內的銳銘是同意這個修正議案的 首先我們不可以否認的就是校園傳媒的確 都是在我們國安學生會這個架構裡面的一個學生組織 所以當他在平和會裡面需要附上一些義務 例如他們的代表都需要加一些報告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都應該有一個權利 就是在裡面有一個投票權 另外就是以往校園傳媒的代表 為什麼會自動放棄了一個投票權 是因為當時的平議會在談平議會改革的時候 說過平議會是否需要走一條四權分立的腦 但是你可以看到近年平議會的討論其實是放棄了 近年平議會的討論其實是放棄了 將四權分立的原則 就是放進去平議會的改革裡面 所以我也會覺得既然現在這個沒有議會的平議會 未來的改革方向 這個投票權似乎都應該會給校園傳媒 基於這些原因 你會覺得校園傳媒可以有這個投票權的 多謝主席 許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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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利益的時候 他們在這個評語裡面 除了有這個 Speaking 的權利之外 我也認同他們 應該有投票的權利 去決定一下 這些學生會的評語裡面的決定 而且同時 學生會 校園會在作為 接觸學生很多的一個組織的時候 我認為他們都可以 適當地將學生的聲音 打評議會 因此我認為 他們應該有負責的權利 各位主席 社會同堂 各位主席 我也是同意 校園全面應該有投票的 原因有兩個 第一 校園全面有選民基礎 他們都會經過周年大選 要獲得選民的認同授權 進去Council 所以基於這個選民基礎 都應該有回一票的 第二個原因就是 Council是代表不同 校園的生活面向的 既然校園全面可以反映到 同學的意見 在Council裡面作出討論 我就覺得 都應該 即是能夠將 基本會員的選金大陸議會 所以我也支持他 有回投票的 大家最擔心的東西 就可能會影響到 校園全面的獨立性 當然的原因 即是沒有了投票權的原因 都是這樣的 那既然是任何院總卿室都願意 在兩個情況之下 行使投票權 真是是極度不公義的情況之下 或者以外是有關 校園全面的時候 才會行使投票權 那既然他們承諾了 會謹慎考慮 怎樣去運用他們的投票權的時候 相信大家所擔心 即是獨立性這個問題 是沒有太大問題的 都是主席 續問 女同學 各位主席 的確上 學院總裁五屆 都同意了 只有兩個情況 是相當投票權 就是說 第一就是極度不公義 第二就是 跟這個議案 是跟這個校園全面 是有衝突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始終都是 因為他都提合了 這個看法 都要跟下莊是怎樣去看的 那我就想 將這個問題 就帶回到現在 候選的校園全面 想看看你們 會不會 假如你們有幸當選之後 會不會經常性 使用你們投票權 或者你們 是同意了 現屆學院總編輯的看法呢 謝謝同學 各位主席 那首先回應 剛才同學 第一個問題就是 會不會經常運用投票權 那我 作為候選總編輯 我認為我是不會經常運用 提及過就是 當我們經常運用投票權的時候 那可能 都說少對於我們那個 中立性 都會有影響 因為我們 當要出這個即時新聞的時候 那要報導 於評議會上的新聞的話 那其實 兩者是有可能存在一個 矛盾的關係 那至於第二樣就是 說 即是現屆總編輯 即是現屆總編輯 它提及到兩個 會運用投票權的時候 我都是認同的 因為 就是當發生到一些 可能 程序上出現不公的時候 甚至乎一些 關於學院重大力的時候 那這兩個情況下 學校完全不會 才需要運用到 它有的投票權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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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候選 後院的編輯的解釋 都差不多 有一點補充 就是 其實因為 有投票權的原因 其實都是想公平 令到我們其他派對 是平等 還有一個 有投票權的 成為一個 有盡責的一個平原 其實都會考慮大眾 在觀感上有什麼影響 其實我們都是會 沿用上莊的一個建議 就是在剛才的兩個 情況下才會運用到我們的投票權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有投票之後 他是一個平議員 他有他的責任 去表達他的意見 通過投票 去表達他 在對比某個議案 的時候的意見 雖然我的確 我都認為 可能是你的衝突 或者會令到 基本會員 令到 對校園傳來的公信力 或者獨立成立 有影響 但是我覺得 身為平議員 他必須要 將他自己的意見 和他自己的想法 從我投票 去表達 而不是因為 因為這些問題 而選擇去逃避 或者不去 行駛他的投票權 多謝主席 評論 黃同學 主席 2016年 香港大學三位 學員提示 主席 經濟官商管理學員 現級 那剛才 這位同學的問題 主要都是 跟今年 在修憲委員會 和平議會 講過的 關於校園傳來 或者整個平議會 的重整方案的問題 那 其實為什麼 校園傳媒 就是今年 校園的主席 和學院總編輯 都希望重製 這個投票權 最主要的原因 剛才 候選會長 或者候選單位 都有解釋過 就是 從一個歷史的原因 以及 近年來 校園 就是 平議會 那個 架構重整的時候 那個方向 有變 所以他們今年 才會爭取這個投票權 其實 爭取這個投票權 或者我們 校園傳媒 為什麼運用這個投票權 其實是 很視乎 下一樁 就是 現在候選 他們的決定 那 就是 之前 學院總編輯大戰 學提出的一些建議 純粹是一些建議 給下屆 或者之後的 學院總編輯和 校園主席 去做一個參考 但是我就這樣看 就是 雖然 剛才可能 或者之前 在一些諮詢大會上 都有反映過就是 覺得 作為一個 庭議員 你應該是要 行使他的責任 去討論議案 去就一些議案 做人表決 但是 同時我們 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忽略同學 對一個校園傳媒的觀感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 校園傳媒是直接參與 在一個這樣的表態的時候 難免有一些會員 或者有一些同學 會覺得 校園傳媒的報導是 不客觀 不持平 但是為什麼 我們去到這個原因 都是還要堅持去 希望爭取投票權制 就是剛才說的原因 還有一個評議員 到底要行使一個 多少的責任和權利 應該是交回他們每一個的代表 去做決定 始終校園全部的身份地位 是比起其他評議員不同 所以 他們怎樣用他的投票權的時候 其實都希望大家會尊重他們的決定 好 記者 評論 有沒有台校會中組織的評論 主席見不到 新問題 不同 不同 喜喜大會 剛才關於校園傳媒的投票權問題 我有一條問題想問 你們答到就是說 對校園傳媒有相關的情況 和在大事大飛的時候 才會有投票權 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實際的操作上 當評議會主席是說 有票的評議員請舉手的時候 校園傳媒會不會舉手 如果是一條 是不符合你剛才兩個原則的情況之下 有票的評議員請舉手 許同學 謝謝主席 主席大會 如果這條修憲條例是通過了 其實我們是理應有票的 如果主席宣布有票的評議員舉手的時候 我們是會舉手的 但如果是不符合這兩個情況下 我們會選擇去投abstain 謝謝主席 謝謝同學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我覺得我的答案會同時 才會同學的答案一樣 謝謝主席 續問 不同 不同 謝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 剛才兩位回答我的問題的投票人 去講一下 你對於棄權的選擇有甚麼提法 即是投票票 謝謝同學 謝謝主席 我認為投棄權票並不代表我們沒有立場 我們正正因為考慮到校園傳媒本身的獨立性 剛才現任的校園電視主席都講過 就是很多因素我們要考慮的時候 我們投棄權票並不等於我們是放棄了我們投票 或者我們沒有我們自己的立場 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考慮一下就是 對讀者 甚至乎對於校園傳媒的定位本身的問題 所以就 我個人認為 投棄權票 本身 對於校園傳媒對這件事有沒有立場 是未必有這麼直律的關係 多謝主席 其實我們如果說投棄權 並不代表我們沒有立場 因為其實我們運用這一篇的時候 是要非常謹慎和小心 因為其實我們要看回 究竟在我們的大眾 究竟看回我們投棄一篇 會有甚麼不同的意見 我們認為投棄權會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多謝主席 致問 有否有台後會 還要考試著致問 主席 絕對見不到評論 本同學 關於校園傳媒的那位的投票團 就討論了很久 我個人認為校園傳媒有的投票團 其實我們自覺是很無所謂 但是我只想回如果是用一個平原的角度去 就是以前一直這樣做的一個角度去看 我會認為如果這個平原有票的話 無論你在實際出了上也好 你理念上也好 其實你那一刻也是要計算的 那如果你每一刻都是用 其實是跟我自己這個派對這個沒有關係的話 所以我就跑氣協調 那如果是這樣可不可以把這個概念套用在其他的平原身上 軟會不關我軟會的事 那你就說氣協調 不關我開市我就說氣協調 那我覺得這個不是你正在行一個平原的責任 雖然你說這個平原的責任 和派對傳媒的身份overlapse 所以有一個conference 我好明白 但是如果你要拿回 就是你正在用平原的權力的時候 那實況上應該都是要補充回議員的責任的 那如果說每一件事都因為 譬如關事與投票 或者我會覺得是有點奇怪的 那另一件事就是 其實對於氣協調 我想很多基本會員的氣候選擇 就是投票的選擇都有他自己的解決方法 你可以是覺得是一個意外 可能還未夠充足 太快所以而投氣協調 可能有其他原因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就誤會了每一次投氣協調的時候 也都想 啊到底這件事是 客人全面因為覺得無關他事 所以才投氣協調 但是好像其他平原那樣 尤其我一些關心 可能覺得普通未足夠 諮詢未足夠而投氣協調呢 那我覺得這個會多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會有一些解讀上的一些 誤會有些誤會作為 我希望大家都要考慮一下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 就是平原或者大家 這條周年大選議論通過了 都是說 可能全面應該是這個投票條的話 那其實我覺得 你們真的要去 即是內界平原 不是只有你們的 可以真的要在BiLog 去看回那裏 有沒有出了關的條件 需要做修正 謝謝 評論 有沒有台客會在做修正評論 主席看不到 新問題 黃同學 主席 那這條問題就想問候選人 是中央幹事會的 就想問一下 因為根據 constitution裡面的規定 就說 三聯會的會長 都是 即sentury school 必然的成員 那我想問一下 接下來這一年 你們打算 他們三位會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程度的合作 可以請 黃同學 主席 主席大會 正如同學所說 根據我們憲章 三聯會的會長 也是我們幹事會的成員之一 所以接下來 如果我們可以成功當選 也都會跟他們保持一個 一個緊密的合作 譬如說實際一點 有些什麼方便的合作呢 譬如我們幹事會自己開會 都會有一些議程 就著這些議程 都會給三聯會的會長看 當然如果他覺得 有沒有需要出席 這個由回自己的決定 但是每一次的會議 都會讓他知道 那個會議是有什麼意義 不可能只是我覺得 關三聯會才會邀請他們來 就可以跟他們有一個 保持一個很緊密的合作 還有可以有行上去溝通 因為其實三聯會的會長 都是一個可以 reach out 接觸到三聯會的一些 很多不同屬會的一個渠道 所以都很希望 跟他們保持一個很緊密的溝通 謝謝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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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選內閣可不可以評論一下 今年的學生會內閣 和三聯會的三位會長的合作關係 王同學 多謝主席大會 就我現在所知 其實我知道他們過會的溝通 就未必說非常緊密 而三聯會的會長 有時候都會 他們未必可以很快 在幹事會那裡得到一些資訊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其實每一屆幹事會 都有一個不同的取態 只不過我的取態 就是如果可以成功當選 我會希望有一個 比較緊密的溝通 還是主席 續問 有沒有台下會還在組織續問 主席見不到 評論 王同學 主席 因為剛才都說過 Union Constitution 就說三聯會的會長 都是學生會 中央幹事會的成員 我在想的就是 其實 可能你們今年都未必齊莊 可能人手上都未必是 很能夠充分地去做到最好 可能三聯會的會長 也都是能夠成為你們 其中一個很好的成員 去協助你們的工作 但今年就我來看 其實我發現 可能會有個別的會長 可能在中央幹事會上面的參員 比較少 有時連民政大會上面 它都是缺席的情況下 難免會令人有一個想法就是 其實中央幹事會 還需要三聯會的會長存在 或者這樣 因為既然它存在在中央幹事會 這個架構裡面 其實理應和其他幹事 是在履行同樣的職責 如果他們的三位的角色 只是做他們所屬的學生組織 和中央幹事會的僑量 其實是不需要在中央幹事會上有一個職位 所以真的希望你們 今年如果當選了之後 可能跟他們加強一些合作 或者可以充分好好地利用你們有意之餘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眾組織著評論 主席見不到新問題 有沒有台下會眾組織著新問題 現時場內進行的是 2017年到香港大學學生會 週年大選中央諮詢大會 會還可以到旁邊撒取候選人的政綱 並就期聖綱作出提問 this is a central campaign of annual election 2017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t platforms of the candidates have been plastered in the tables over there members may take a copy and ask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ir platforms 新問題 你同學 我想問一下,各位普選評議員,可不可以說一下你們如果當選的話,會希望加入哪些常設委員會和為什麼呢? 黃同學 黃同學 謝謝主席主席大會,如果我有幸當選的話,我希望加入常設委員會,原因比較簡單就是因為我的案子和常設委員會,謝謝主席 黃同學 謝謝主席主席大會,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會想加入CBC,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很想做的就是整理一些歷史檔案記錄和將它公開展覽給人看 其實看回上次委員會裡面,其實CBC它有一個功能就是去就住一些評議會的general business 去給一些意見,去做一些決策 那這個常設委員會的功能是和我想做的事,其實它是最相似的,所以我就希望加入這個委員會 黃同學 黃同學 謝謝主席,如果將來年有很多選,我會想加入教肆委員會 尤其是因為自己對於校務都比較有興趣,還有希望可以在校務方面做更加多 令到更加多經過會,去了解更多的校務,謝謝主席 黃同學 謝謝主席,如果一年真的有很多,如果將來年有人當選的話,希望加入大學事務委員會 因為我認為校務是對於學生來說,比較貼入學生的一個範疇 所以希望透過加入大學事務委員會,可以將最多關於校務的資訊帶給這幾個會議 謝謝主席 趙同學 謝謝主席,如果我有幸當選的話,我希望可以加入修憲委員會 我是部的MPCRC1 因為我也有兩件事想否練到 首先,要修改淆討論或修小時 因為幫我們試試用多資的佈屬所作 如果參與校務集團,設立課前藉,經典的制服組組組 總會是需要等兩年 進行奈銷的組組組,之前等一些主席 譬如Sco身為沒有費用何 you can Republic 需要任何一個人手 нам 做生成為Full Affiliation 其實整個過程是需要三年那麼久的 On the way 其實途中 它未成為學生會的屬會 很難在金錢上面 或者更多資源上面有幫助 對一個屬會來說 學生組織的營運來說 可能構成了一堆的噴能 或者提供不到一些實質的幫助 所以我希望可以檢討一下 這個 Affiliation Regulation 可不可以對學生組織更加朋友 第二件事我都想檢討一下 那個仲裁委員會的組成架構 因為看回仲裁委員會 其實它的講述和Council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多了六個PathCouncil 其實對於一個想像而言是不公平的 我都明白 未來可能CRC都適合了很多屬理的Council 就是Affiliation application 需要通過的 未必真的有時間去檢討一下 這個仲裁委員會 既是沒有這個迫視性 但我都覺得有這個需要去檢討一下 我都是主席 繼續問你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剛才有兩位候選普選議員 說希望可以加入大學事務委員會 但其實我們看到現在的學生會 是沒有任何的人提交提名去參選 即是大學事務秘書 那其實為什麼你們會覺得參選普選議員會 是會比參選大學事務秘書 會有一個更加好的身軌去推動大學事務的關注呢 多謝主席 方同學 謝謝主席 那我自己對於沒有人提交提名 但我是務秘書 以及加入UAC這兩個渠道 其實兩個各自各都是推動著 學生或基本會員對於校正的一些理解 或者是關注 但是為什麼我自己會在這六個生意委員會想選擇UAC 因為我自己對於UAC這個委員會的工作比較有興趣 而我自己因為不是想參選了香港社會 而我的目的不是因為想推動校正 所以就想上大學事務秘書 而是我是想做普選評議員 然後在這六個範圍裡面選擇這個範圍 多謝主席 歐同學 多謝主席 我的原因跟科學類似的 就是我本身初初不是希望成為中央幹事的一員 所以沒有去考慮成為候選的大學事務秘書 這件事 但是至於你說補選評議員 他需要在六個 standing club裡面選一局的時候 我個人因為對於校務比較有興趣 而且我覺得校務都跟學校 同學比較有關係的時候 我都會希望透過副選評議員的身份進入大學事務委員會裡面 還有一些評議員的動作 多謝主席 竹筆 有沒有台後會做幾個竹筆 你同學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你們對於大學事務委員會的運作了解有多少 所以其實你們都說有興趣進入大學事務委員會 你們之前有沒有旁聽過UAC的議員會 方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那自己在過去一年裡面其實是有旁聽過UAC的議員會 但是就不是說次數很多這樣 因為自己也有其他的裝模 或者有其他的會賽撞了 所以就沒有怎樣去經常去旁聽UAC的議員會 多謝主席 歐同學 多謝主席 我在過去一年沒有去過竹筆大學事務委員會的一些會議 因為過去一年我自己有自己的裝模去做 所以就沒有參與那麼多的學生會議員會裡面的一些活動 但是我明白 我知道大學事務委員會討論的 主要是這些關於學生的事務 例如學生的一些福利 學術發展 社團發展等等的這些事務 那我覺得這些事務對學生的影響會最大 因此我遇到有多數的評論 我希望會在UAC裡面 進行不同的工作 多謝主席 評論 李同學 謝謝主席 其實剛剛聽到你的答覆 剛才其實方桐說你沒有回答我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對於大學事務委員會的討論議題有沒有理解 不過我沒關係 但是我就這樣聽你的答法就覺得你們自己對於UAC所討論的議題其實就不太熟悉了 其實你說那個社團的發展我的理解應該是UAC就這個應該不會在UAC上幾有討論的範疇 可能會比較多的就會是 因為其實是會需要跟各個大學管治委員會的一些委員會保持一個定期的溝通 譬如有一些關於事實的委員會會有一些學生代表進去的時候 那麼UAC就會邀請這些委員可能還有一個定期報告或者反映意見 之後等這些委員在同學開會的時候去反映那些意見 希望你們可以了解多一些UAC的運作 謝謝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還做得到評論 主席見不到新問題 有沒有台下會還在組織新問題 現時場內進行的是2017年到香港大學學生會週年大選中央諮詢大會 會還可以到旁邊撒取候選人的政綱並就期政綱作出題文 This is the central campaign of annual election 2007 of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Students' Union Practforms of candidates have been placed in the table over there Members may take a copy and ask questions related to their platforms 新問題 新問題 一部台下會中 正在組織新問題 正在組織新問題 李同學 喂喂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候選校園電視的內部 我想問你們覺得 其實在你們報導新聞的時候的形式 你們覺得跟學院報導新聞的方式最大的分別會是什麼呢 多謝主席 林同學 多謝主席 我們無疑 我們都承認我們在即時新聞方面是有少少少同學院有重複的機會 因為我們都會出一些圖片加文字的描述 的Facebook的Post 但其實我們之後都會有做一些後續的新聞 譬如是拍了一些短片之後 就加上一些 譬如是Timeline這樣 就比我們的港大同學更加了解整件事的始末 除了在圖片加文字和短片加文字 在Facebook的Post上面是有這些貼之外 其實我們之後都會做一些歸納的新聞 就會在我們YouTube和Facebook的平台再次去向外發放的 多謝主席 我會嘗試去歸類就是報道新聞的形式有兩種 除了用你的規格方法之外 我可以理解就是用文字的形式或者影片的形式去報道新聞 那你會期望你們在影片方面的形式去報道新聞 會放多少是比重下去呢? 多謝主席 和我 多謝主席主席大會 那回應先你同學說的問題就是 我們的比重是多少 即是文字加圖片再加 或者是影片加文字的比重是多少 那其實我們圖片加文字這個報道方法 其實只會在一些突發性的新聞和即時的新聞會出現到的 那其實我們很難可視到之後即時的新聞有多少 但現在粗略估計我們就是希望做到一半一半的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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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因為新聞或者特別是評議會新聞來講的話 其實我自己覺得其實一些用影片形式去報道的新聞其實是比較重要的 也是比較容易去理解的 因為其實對於我來說 就是我有時去看以前一些歷屆的校園電視去報道以前的一些評議會新聞 特別是譚塵之亂那時候的情況 其實這一類的影片新聞是對於我去了解當時的情況是特別有用的 那我相信這些是用文字是很難去去 就是如果後人是沒有經歷過這些情況的時候 就只看文字是一定是不會有看影片 就是看當時的情況發生什麼情況是這麼有效的 而我自己見到的情況就是 就是近這一兩年 那校園傳媒在用他們Facebook page去報道新聞的形式 都是偏向他們是以文字居多的 就少了是用影機的形式 那我理解就是可能就是在過去一兩年 可能社會運動的發生比較多 或者其他方面的工作量會比較多 加上可能剪片 就是你如果要用一個 就是出一條三分鐘的影片去剪的話 其實工作是頗為復復的 但是希望你可以放回更多的 就是你新聞的emphasis 下去在影片那裏 令到後人不單止是現在的同學 就是以後可能是離任幾年的同學 就是他們想要選香港的時候 都有一個比較容易和直接的方法 去看到當時的情況 都是選擇的 評論 還有沒有台下匯眾組織的評論 主要是見不到新問題 陳同學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主席文學院三年 陳凌琦 總統會員 我想問一問候選幹事會關於財政那部分 就是會務財政那部分 首先呢 我看到你們說 現時的情況就是 refield of application for funding 參考宣明 因為今年UFC我沒有認識過 我想知道這個情況的細節 是怎樣 怎樣參考宣明 因為我所知refield of application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process 就是不可以沒有的horses 那我想問一下 到底這個情況現在是怎樣 謝謝 我同學 都是主席主席大會 因為這個其中一個政綱 就是講到說 就是有些交上UFC的fund application 就是本身 他可能在田的applications上面 或者是他遞交的文件 不是很充足 所以在其中一個UFC的會議裡 是談不到這件事 而要defer the application 去下一個UFC 那其實 在今年的UFC上面 也有出現過這些情況 所以這裏說refield of application 就是如果我有幸上莊的話 我會在開UFC之前 refield of working papers 在開會之前 確保這些applications 他們的document都是齊 然後在每一次的UFC meeting 都可以在那個meeting上面 都可以是過到這些applications 不用去defer 那些applications 所以下一次的UFC meeting 是影響屬會 在籌備活動的工作的 多謝主席 祝文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我可以理解 你覺得是因為屬會 不太熟悉 所以交出來的可能不齊 而不是refield process太涌長 即是你現在不是想 剪掉refield process 而是你想屬會交得齊 然後你為了令他們齊 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所以就事前做的 你自己做refield 是不是這個意思 黃同學 好 都是主席主席大會 我覺得這個是分兩個方面 一方面可能屬會 對Ulien的財務守則 未必這麼認識 那二來也可能是 今屆 譬如 Final Secretary 可能對監管 working paper 上面 沒有說很小心 看清楚 每一個document 會不會齊整 所以在接下來 如果有幸上莊的話 都希望加快回 在UFC上面 去討論 不同的fund applications 這個過程 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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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實際是怎樣加快 就是你剛剛說加快 那我問你 是否剪掉那個process 又不是剪掉那個process 那到底是如何加快 就是有沒有一些很實際的操作 因為為什麼我問你 因為你的strategy 說了你也沒有說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到底這個strategy到底是什麼 因為你就是說 briefly check any documents 那是 什麼時候briefly check 你一個人 檢查就是這麼多人 如果這麼多人 檢查其實和開會 有什麼分別呢 我同學 多謝主席 主席大會 這個檢查的過程 就會是 如果有幸上莊的話 是我自己 在每一次開會之前 去檢查清楚 每一次的working paper 齊不齊整 去加快 在開UFC的效率 而不是在開UFC的時候 可能有些applications 是因為 document 不齊整 而去defer 它的applications 多謝主席 請問 陳同學 謝謝主席 我昨天就問了一些 過往UFC的members 我就問到關於refill application 那方面是很浪費時間 是的 是很浪費時間 因為它需要執行得很嚴謹 而很多A數交上來 都漏漏漏漏的 但是你說的 批錢 你一定會很嚴謹 那時候我們apply 任何的publication 每一隻字都執行得很嚴謹 我覺得 如果浪費時間 等於執行得很嚴謹 我作為基本本人 我會接受的 因為你和我們守著的錢 但是我問了 上一年 再對上一年 UFC的chair 他就提 他就說 原來前兩年有一個 步驟可以這樣做 就是說 當有A數 或者有人 交了一些fund request上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一個Excel 這樣 然後呢 就 share 給所有UFC的members 逼他們看完所有working paper 之後 說到底這個有什麼問題 就是說開會前 他已經 將每一個 那個 將那個application的問題 譬如有些什麼漏 他已經寫在Excel上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發現很多問題 那這個會議不用開了 直接 又被設定 那你就不用浪費時間 再開一次會 我就覺得不應該是 辨識一個人做完 因為 這個是整個UFC的工作 那你可以參考一下 早兩年 因為我不知道 今年有沒有這樣做 所以可能今年沒有這樣做 所以不知道 早兩年就是 整個群人一起看的 而開會前 大家已經看完 那 那 我忘記了他們說 多過幾個錯處 他們就不會開一個會 因為有些錯處 是他不能夠即場改 是一定要反過來的 是的 那這個給你參考一下 多謝 評論 有沒有台校會眾 都得一評論 主席記不到 新問題 陳同學 謝謝 謝謝主席 我也是想問一下 金融的問題 第二 就是 我以前整本都沒有看到的 就是會費的問題 因為現在會費 大學那邊就是一條數 教學費 家學生會會費另一條數 那 我看學院 在11月29日那篇報道 他都有寫到 現屆的 評論 就說 今年 就是 在WELLPLK之後 只有83%的同學交了會費 那 那個 學生會會費收入 就下跌了26萬 那 就是 26萬是一個頗大的數字 那 但是 我見你們沒有在 你本 就是Campaign Bullet 那裡有 講到 任何怎樣解決這個 收會費收得不夠的問題 那你們現在可不可以補充呢 麻煩 黃同學 謝謝主席 那 在解決這個 收會費的問題方面 是分三個部份的 那 第一個部份呢 就是 我們會發大量電子郵件 去給會員 去提醒他們交會費 那因為分了單之後呢 其實可能有會員 是不清楚 是因為分了單 所以 在他交的學費裡面 是不include 這個學生會會費的 那 這個我們會跟FEO那邊 就是 這個財務及企業管理處 那 他去 就是 跟他們一起 發大量電子郵件 去提醒會員 去交會費 那這個其一 那第二呢 就是會在 學生會的財政上面 是做到開源折留的 那 那因為在開源方面呢 是 就是希望在今年度呢 是 可以收多些 贊助 那又或者在 租場方面呢 可能是收一些 借助的 那在折留方面呢 是盡量去減少回 一些 可能沒有那麼需要的支出 那 那例如可能 可能 Council and Committees 或者是在 OAC方面呢 那因為 本年度呢 這個Estimator的 Union Budget呢 是預約了一個 Item就是 那個 Red Day的Pack 那這個Pack呢 是預約15元一個的 那我自己覺得呢 其實可以選擇用紙袋的 那可能就會可以省到些錢 那除此之外呢 那在第三方面呢 那我會繼續跟 這個財務及機器管理署呢 去繼續商討 究竟可不可以 將這個會費 合單啊 或者是否有其他 解決方法 因為 本年度是可能 收少了26萬 但可能有機會呢 在下一個年度呢 可能收少了的數目是更加多 那這個我們是做不到一個預計的 是的 那所以在 真的解決 這個收少了會費方面 就總共分三個部分 多謝主席 總問 陳同學 多謝主席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有什麼行政手段 確保 那些同學是 沒有交到會費 他真的用不到Welfare 譬如他拿不到學院 即是他不能夠拿到學院 因為學院用了三個會費 我想問一下 有什麼實際的行政手段 黃同學 還是主席 主席大會 那就著說 會不會有什麼行政手段 去令我們的會員 要交回會費呢 那其實我們的行政手段 最主要就是 剛才提及過的大量電子郵件 和我可能會質疑 為何不進一步去確保 更多的會員 會是肯交回他們的會費呢 因為 其實這句 就是阿文著志 我們看回現時學生會的憲章 他就著基本會員的資格 他將基本會員的資格 和交會費之間 是沒有加一個因果關係下去的 現在原文就是 所有入得來港大的本科生 就會是我們 港大學生會的基本會員 和他們應該交這個會費 所以既然中間沒有一個因果關係 導致我們 即是候選港大學生會 不能夠強行自己 加一個解釋下去 就是說 他們要交回會費 我們會員 才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的福利 即是譬如 拿勁果包 拿學院等等 所以 這個就是導致我們 為何好像不是很積極 可以收回同學會費 就是因為 我們被現時的憲章 下了一個定義 令我們不能夠很積極去加一些 譬如懲罰 或者一些任何enforcement 去令會員交回費 不過我都會希望提醒基本會員 即是根據現時的憲章 的而且確 交回他們的義務之一 所以 譬如透過大量電子郵件 或者在不同的刊落 福利活動 都會希望有一個提醒 去給同學 不過 坦白說 就是僅此而言 都是主席 逐問 有否台下會送 討釋中文 主席見不到評論 陳同學 多謝主席 我不知道 知不知 今年 年頭 有些 中國的學生 就透過 霸交會費 想 退休學生會 即是 他不想做學生會會員 因為一些 原因 即是 我想 既然現在 已經分開兩條數 即是未來 發生這些事 的情況 可能更加多 即是 其他人 會藉著霸交會費 給你們壓力 即是 我想你們要想一下 怎樣解決 但我就見到 Cameet Bullet沒有 即是 我知道 憲章這樣寫了 但是 那你用 你 stay行政手段 都可以的 即是我不明白 為何這麼重要 即是我自己覺得 是暫時會務裏面最重要 如果你沒有錢 甚麼都做不到 而26萬也不是一個小數 如果不是 整個應用程式 20萬也吵那麼久 那你少了20多萬 都可以 完全沒有stay 我覺得有少許失望 即是 希望你之後 即是你們在Facebook page 還有一些 你自己再補充 交代 到底你們在收會費 這件事上的立場 是怎樣 你們有甚麼可以做到 否則 即是 作為一個緊張學生會 即是財政狀況的人 我自己都很擔心 因為好像 校方 即是 切了個服 現在完全收不到錢 因為其他 因為我知道 其他大學 有些都是這樣的 結果呢 慢慢地去學生會 就進了一個 財政枯竭的狀況 那 即是 我們不想 我們Union變成這樣 所以就希望你們 想清楚 有甚麼行政手段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謝謝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中 做得這麼評論 主席記不到 新問題 李同學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 這麼多位候選普選評議員 其實 可不可以說一下 人們的認知 評議會通常是處理 這一類型的事務 謝謝主席 可以舉些例子來聽 謝謝主席 那其實評議會 其實他的工作 是很大範疇 主要是去 方便一些不同的 方便 包括學生的福利 或者是 學生之間的溝通 或者是 也會有一些 另外就是 除了這個方便 也會去 方便一些 regulation 出來 或者去修改一些 現在的regulation 就會影響到 屬會 而影響屬會的同時 也會影響到 就是同學 同學在學校 可以享用到的 物膽服務 那樣 至於說例子 比如說是這個 手建用程式 那樣 其實評議會 其實本身都會有 很多的討論 究竟 這個筆錢是否值得花 究竟這個 是否一個最有效的方法 去促進機會會員 和屬會 和機會會員之間的溝通 好 同學 謝謝主席 主席大會 那據我的了解 例如 評議會會處理的事情 有幾個 例如中央港市的政策 例如之前的 Unimobile App 也都有一些 十organization的 conduct問題 例如之前 中嫂的 那個 活動的 操縱問題 也都會 還有其他 十organization的 政策和發展計劃 例如之前學院 網站的發展計劃 等等 多謝主席 方同 多謝主席 那麼評議會 最比較處理的事 可能會是 每一年都會交給一些 全年工作報告 或者半年工作報告 那麼評議會會是去 去看 究竟不同的單位 他們過去一年的工作 變成是怎樣 或者可能是有一些 想申請 Funding的時候 會上去Union Council 去討論究竟 當時會不會派 例如之前的Mobile App 或者是學院照片 或者是網站 都會拿上去 加上去討論的 至於 可能有一些 譬如說 不同的屬會 或者是 尤其是你CAC 做一些State文的時候 他們都會拿上去 評議會去endorse 都是主席 好同樂 都是主席 評議會會 最喜歡做一些 例如 關於屬會的事件 例如 中文學會的事件 他們這些 違反了 regulation 的 第二件事 是要過一些 excelerate 的一些 policy 例如之前的 Union Mobile App 以及 不同屬會的 report 例如工作報告 之類 還有就是 State Committee 和屬會的一些聲明 例如之前 這個一次 下會事件 的一些聲明 都會放在Council上 不過 對主席 市議會同學 都是主席 前面 其他候選 補選平已經說了 我都不再重複了 另外一些 可能是一些 standing committee 可能有些 suggestion 例如 GLC 有些 constitution 上面的 amendment 可能要求 council 過一個議案 發動一個GP 其次 都可能 上一條 motion 開一些ad hoc committee 例如 Orientation Affairs committee 都是主席 逐問 李同學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 因爲我的理解 有三位的評議員 即是候選 普選評議員 過去都是 擔任過 呃 即是擔任過 評議員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 可不可以講一下 在你們的印象中 評議會有沒有討論過 即是怎樣去處理 一個屬會的發展 是的 多謝主席 問題清晰 請會將會盡快回答 方同學 多謝主席 那根據我過去一年在評議會工作的經驗 其實我 就未見到評議會會會去討論一些熟會的發展 多謝主席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主席主要大會 那根據我一年的經驗 其實一些熟會 其實他們很詳細 他們自己的發展 其實都不會交上來 都很少會在評議會裡面有討論 可以贏 熟問 李同學 是不是好看 喂 多謝主席 這個熟問 想問候選普選情形 歐同學 你問政綱的效務 有三點 第一點 你排第一應該是主打政綱 你討論社堂的未來發展 那我就 direct quote quote 那你就說 即現而近年 基本會員對於社堂教育的認識 及接受程度日漸低落 令校方以及不少基本會員 質疑社堂教育是否不合時 此事關乎眾基本會員及我校社堂發展 有必要帶入評議會討論 那我想問一下 你期望評議會可以在這個社堂發展上面 是怎樣去協助到社堂呢 多謝主席 多謝主席 歐同學 歐同學 在今天BioLoss 社堂發展是包括在校務的一部份 即是UASISPAT 所以我個人對於這方面 我希望 因為現在很多時候見面就是調查 例如做的調查就是 學生對於大學想做的事 社堂 即是住庫的項目已經很低落 而且很多人對住庫都不感興趣的時候 我認為評議會可以做到些甚麼 首先第一次討論就是 社堂教育這件事 我希望把這份研究的報告放進去UASISPAT 或者評議會裏面 希望去做個討論 看看到底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到底我們有沒有需要去希望 將社堂教育繼續保持下去 還是真的 我原來已經是無得廢不合適的 這個事情 去快去社堂教育 我以為這方面的討論 有需要在評論中 謝謝主席 評論 Ground也是一個註問 主要容許李同學 謝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歐同學 你怎樣理解社堂發展 和社堂文化發展這兩個分別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問題清晰 請回送 盡快回答 歐同學 對就是我以為社堂發展是 每間社堂可以怎樣營運下去呢 問題 而社堂文化發展相對上是 到底香港大學裡面的社堂 他們 我們雙小大的社堂教育 上遭遇這個程度上 在香港大學發展是如何發展 你同學是嗎? 平均 平均你同學 我自己聽你剛才一連串的同學 但你自己對這些人就不太理解 我想你剛才說平議會附例 就討論跟社堂發展 就是其中一個平議會討論範疇 那我相信呢 其實那個寫法 其實我在討論究竟 譬如是校方 起一些新的宿舍的時候 究竟平議會 或者學生會國事會的立場 究竟應該是 起一個社堂 或者好像龍華街那些 那類的 residential court 那類的性質 我想應該是討論這些 而不是討論社堂的文化 這個我想其實 首先 應該是交給屬會自己去決定 自己去討論 還有這個我也看不到 你說那個社堂的文化 平議會是可以怎樣去幫忙 討論的 因為其實我想有很多是平議員 其實都是保住社堂的 那其實是怎樣 參與在你這一個 其實只有住社堂的人 才能夠是明白討論的 這個議題之中 是的 多謝主席 評論 有沒有台校會總組織的評論 有沒有台校會總組織的評論 你還記得了嗎 新問題 新問題 黃同學 那見到學院候選編委會那個Proposed Budget那裏 3.25的網頁下面那個Offers Re-enumination那裏 其實我想問一下那個實際的用戶在哪裏 謝同學 謝同學 那看回那個Budget下面那個Offers Re-enumination 那個主要是給回一些頭 作者等於是稿費的問題 謝謝主席 黃同學 主席 那我看回今年通過了學院那份Budget 那就是在這個item上面寫了4.4萬 那我想問為什麼你今年就剩下3萬 謝同學 謝謝主席 那考慮一下可能實際上那個網站的設立 那個時間可能會 未必說真的一上莊 即假設效率成功當選 都未必可以立刻設立那個網站 那還要考慮到就是 當我們那個網站設立了之後 那個投稿的數目 因為暫時這方面我們 未有一個實際的數字可以提供到 所以現在暫時就是 即可能去比回去年可能大約是72篇 即假設是評分每個月六篇 那但是 考慮一下可能實際上的數字 未必有這個 那麼多的話 那我們在這方面就 稍微削減那些 多謝主席 竹文 有沒有台下會組織的竹文 黃同學 主席 那我想問一下你知不知今年 在這個item的budget 是用成怎樣的 是用成怎樣的 謝同學 謝謝主席 那據我所知 現在暫時網站方面都未設立 那這個item的錢 是未必用到的 謝謝主席 評論 黃同學 主席 那為什麼要問這一題呢 其實是 因為我看了兩個 Proposed的Hemis Media 他們那個budget 那見到這個budget 其實是灌絕了所有的budget 三萬元 那真是 很老實說 那這些分就不是很多 大概三十萬左右 其實這裡已經佔了 整個media分 一成的部分 那所以 就真的很想去了解 到底這三十萬元 那個實際的proposed是怎樣 跟著 剛才你說 今年就 因為這個網頁還未設定 所以就沒有用到 那 那 我覺得是 去到你們今年 即 一來 你們的資訊科技 暫時我看來 是應該現空的 那 即使你們設定好那個網頁 其實那個市場的情況 是不是真的這麼高呢 那 可能你們 在鼓傳那裏 可能再 調整一下 即希望可以 令到這個media分量 更加好 那樣的運作 再變成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眾 討論的評論 總之見不到 新問題 盧同學 主席 主席大會 我想問一下 台上的候選 幹事會 關於民主場的問題 那 現況分析 教育民主場 施育不高 和玻璃盤難以開啟 目標是 鼓勵同學 多施育民主場 那 接著就完了 那我想問一下 即 其實 我們的民主場 自從 我們 將我們的出頭 寬佈開了 即是有 Centennial Canvas之後 民主場的施育 一直都是偏低的 我想問一下 你們 有什麼實質的行為 或者 政幹可以鼓勵 學多使用 民主場 對 黃同學 黃同學 有唸明到 其實如果一些屬會 它是出了一些 時事的康物 或者出版物的話 其實他們都可以 將建在民主場上面 但現在看回現況就是 其實未必有很多屬會 都會利用民主場 去宣傳他們自己的 譬如是時事的康物 那所以 來年在 老朽真簡教會裡面 我都會向屬會 就說 譬如民主場 都可以有這個功用 除了給同學 將貼大字報 等等之外 都可以將貼一些 屬會的時事出版物 續問 老同學 主席大會 剛剛 台上的候選行政秘書 應該就說了 可以鼓勵屬會 用多些民主場 但其實 對我所知 有很多不同的屬會 自己本身 都有自己的notice board 那為什麼它又需要 剪多份copy 放在民主場 那為什麼民主場 理論上是應該給 全部學生去使用 不應該只是 局限於屬會那方面 那為什麼你們提出的方法 只是鼓勵屬會 不是鼓勵同學 如果只是 focus在基本會員身上 那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鼓勵到 基本會員多使用民主場 多謝主席 黃同學 多謝主席 其實看回 屬會 都有自己的 那些宣傳版位 都可以 可以張貼他們自己的 一些時事的出版物 那其實 民主場 其實現在的功能 就是提供多一個途徑 給屬會 向不同的基本會員 和同學 去宣傳他們自己的 時事的出版物 那至於 其他基本會員 可以怎樣 令到他們 有多些使用 民主場的機會 或者是他們的 那個意向 其實譬如說 有其他同學 在張貼了一些 那些大字報 或在民主場上面 之後 其實都會可能 吸引到其他基本會員 去見到 譬如 有人使用民主場 去張貼大字報 回應一些社會上面 發生的議題 或是校沒一些重要的事項 的話 其實都會鼓勵到 同學都會見到 民主場上面 張貼的大字報 其實是有 那個影響力的話 都可以令到一些 基本會員 或者同學都覺得 張貼一些大字報 或者一些對於 時事的意見 在民主場上面 都會有那個 宣傳的效用 育文 勞同學 主席大會 那本身 民主場 就應該設立 在一個 整個campus 人流最多的地方 那但是 都是我覺得 自從聖誕節 開了 然後大家都 主要用 U Street 去行走 整個學校 那其實 Happy Park的民主場 又不是有很多人經過呢 那我覺得 不是太多 那我想問一下 候選的幹事 會不會覺得 如果在其他地方 設立一個 新的民主場 或者是 一個更加方便的地方 可以更加 有效地 令到更加多的 基本會員 見到民主場 從而可以用這個 民主場的對職 黃同學 都是主席 那隔於 譬如說 現在校內人流比較多的位置 在八周年校園那邊 那可能 有同學 會覺得在八周年校園那邊 即是人流比較多的位置 去設立民主場 就可以吸引更加同學 可以看到 譬如大字報那些內容 但是其實 留意一下 譬如說 在八周年校園 如果要設立民主場的話 因為都需要一筆幾大的金錢 所以 來年的方向 如果是 要在校內的其他地方 去設立民主場的話 其實 在設立那個費用方面 其實都是要 可能在來年 在評議會再作討論 因為那個都涉及一筆 比較大的費用 評論 盧同學 主席大會 那 為何會問民主場這條問題呢 就是因為 據我所知 在其他不同的大專院校 其實他們的民主場使用率 比港大 是高很多倍的 那譬如說 在CTU 他們CTU的民主場 設立了在他們 連接有一城的 樓梯的圖書館外面 還有呢 他們的民主場 其實就不止 像CTU這一塊 是用玻璃場封住的 他們是 他們是 隨時隨地 所有基本會員 都可以拿起 截筆 就可以在上面 寫回他們 對於那個大字報 或者那個 宣傳的東西的 一些看法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會是 其中一個 可行的方法 就是因為 其實現在你看到 我們玻璃場 封在那裡 其實對於基本會員 來說 其實是有一種 無形的阻力 他又覺得 縱目攜攜之下 要開一個玻璃場 然後貼一些東西 這件事 好像有些 難以做到的時候 我覺得 其實可能 有更多的方法 可以吸引到基本會員 參考其他大專院後 是可以開放給 同學 就這樣 那支筆上去 留意可能是一個 其中可行的方法 然後第二個問題 就是現在 HAPPY PARK的人 流不多 那其實 除了說 在Scentennial Canvas 可以做一份 民主場 那其實譬如說 如果在SU Building 外面 玻璃那裡 會不會有些方法 可以吸引到 同學可以黏著東西 或者可以 有些東西 發表自己的意見呢 在雨傘運動的時候 其實也出現過很多人 就是貼面帽子 在SU Building 的玻璃牆那裡 那也都是 一副八應 又或者說 在曾經 當雨傘運動的時候 在外周 科學館外面 的那一幅牆 都曾經 被人用過 來做民主場 類似民主場的作用 就是接了很多大字報的 那當年這些 是會需要 跟校方去傾吐 那一幅牆 可不可以用來 做民主場的功用 但是我 個人 不會覺得 如果 在Happy Park 這個民主場 如果地理位置 真的這麼不方便的話 場地是一定要 改一改一個位置 如果不是 只是 令到我們的民主場 更加留為一塊 沒有用的 或者是 甚至乎 可能是 用Local Student 用 還比Local Student 用得多的一個民主場 多謝 主席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眾 組織的評論 主席見不到 新問題 勞同學 主席大會 主席大會 這條問題是關於大學行政的 想問一下 候選幹事會 關於輪選副校長 討論那件事 在上面 政綱就寫到 想希望 確保輪選過程 透明 沒有密切 以及向公眾負責之間 應取得平衡 但是據我所知 在輪選 即大學的 無論副校長 還是 不同的院長方面 其實外面經過的程序 需要一個行商業化的程序 和相近 我想問一下 這個所謂的 取得平衡是怎樣的 多謝主席 黃同學 謝謝主席 主席大會 還有這個 有關的政綱 其實我們是明白保密原則的重要 因為 你要經歷這些輪選 你不可能 譬如剛剛成立了一個 物色委員會 找到一群人選 然後逐個人選 公務給大家聽 我們知道這樣 要做到這麼透明 其實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但是我們都會希望 這個 中央管理層 其實他們 每一個人都有頗為大的實權 可以影響到同學生活 很多不同方面 所以都希望他們 知道他們 要向同學負責 也要聽到同學的一些意見 所以 關於這個政綱所說到的 所謂向公眾 給予多些資料 譬如是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多些 現在的程序去到哪 例如 可能蜜色委員會 和獵頭公司 已經剛剛完成了 他們的全球搜索 人選的工作 又或者最終那個人選 因為整個程序就是 蜜色委員會 找了一群人選 之後 經過輪選委員會的一些 面試等等 最後一個出來的人選 才是在校委會那裡委任的 那可不可以在最後委任之前 譬如是假個 好像 學生事務長 有一個諮詢論壇 讓同學可以見到這個人 講一些意見給他聽 如果下方覺得這樣 是不可能的 起碼可不可以安排一個場合 讓他見到不同的學生代表 所以就是希望 在中間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令到這些管理層都知道 其實他是要聽同學的意見 某程度上 都是要向同學問責的 這就是來年就著這個 輪選委員會 希望可以做到的一個政黨 對 主席 續問 盧同學 主席 大會 對 你剛剛講到 希望輪選委員會 會不會最終人選諮詢同學 可能會開過一些forum 或者會邀請他 據我所知 其實上次 譬如說 輪選學生事務長的forum 其實都有搞到 但其實出席的人數 其實就可能 未為十分之理想 又或者其實 是不是很多同學都知道 都未必是很多同學都知道的 那可不可以有些 實質一點的方法 講一下你會怎麼做這件事 多謝小姐 黃同學 謝謝主席 主席大會 首先有兩點 第一點就是關於宣傳的方面 其實可以見到上次 就著學生事務長的 諮詢論壇的宣傳 主要是在Facebook page 做了相關的宣傳 但坦白說 Facebook page 不一定可以接觸到 全會的會員 也未必是所有會員 都會看我們的Facebook page 所以接下來都會做多些 譬如 很簡單就是 貼海報出來 等等都會做多些 另外有一個其實我覺得很重要就是 大家知道可能有哪位副校長 但其實未必知道 這位副校長 他負責的事務 在做什麼 當學生不知道 這個副校長 在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沒什麼意欲去出席 這些場合 去多問一些關於他的事 或者表達意見給他 所以接下來都會 看可不可以有不同的場合 可以跟同學說 這位副校長 他主要的職責 在做什麼 讓同學都會有一些相應的了解 才可以講一些相關的意見 都是主席 問 勞同學 主席大會 我想問一下 現在幹事會怎樣評論 現任幹事會 或者你覺得 你未來的幹事會 會怎樣跟現在大學 由馬飛心校長 還有其他副校長 還有其他院長 組成的一個 我忘記了叫什麼 團隊的互動 你可以評價一下現場 還有你們 你們的課師 你們之後會怎樣做 謝謝 同學 謝謝主席大會 就著跟中央管理小組的溝通 我希望來年 繼續可以有一個緊密的溝通 而且最重要是結納一個信任 因為可以見到現在有一個情況 就是同學和校方之間 未必是可以互信的 所以 都希望接下來 可以跟他們溝通多些 讓他們知道 讓這班中央管理層都知道 其實他們不是不停自己 丟一些政策出來 而是他們某程度上都要向同學負責 所以接下來都會希望跟他們溝通多些 例如其實現界 和以往的幹事 都會每個月 會見其中一位副校長 就是Ian Holiday 最主要是負責教育學的事務 接下來其實我們都會繼續去跟他 透過他作為一個渠道 去接觸整個中央管理小組 因為跟他開會的時候 其實國環不會有什麼特別的議程設定 其實基本上我們就著講答 想說什麼 我們都可以跟他提出 接下來都會藉著他這個渠道 繼續跟中央管理小組有溝通 希望等大家 至少知道大家在做什麼的時候 可以嘗試建立一個互信 都是主席 評論 勞同學 主席大會 首先剛剛第一條問題 是關於輪選方面的事 本身我自己今年都是教學院院長輪選管理會 的一個人社的學生代表 其實就是發覺中間勞運是 同學對於輪選事宜的方面 或者是學校對於處理輪選管理會事宜上 其實都不是很惡劣 有得這麼像感 比如說學校輪選管理會 他們focus的東西 只會放在 比如說那個 candidate 有沒有舊的 有沒有舊的 但是其實中間 跟學生去做那個溝通 或者去照顧學生的需求 是沒有那麼大的 或者其實 在整個輪選管理會裡面 學生佔是值得比較少 所以其實 這也是一個很難解釋的事情 因為學校也不會把我們 學生的數目交給他們 可以足以影響整個輪選管理會 所以中間就很講到 好像剛剛學生部長所說的那個緣述 就是因為 據我自己的理解 或者 那些其實 輪選管理會裡面的那些人 其實就是 對他自己太有信心 也都對學生所需要的東西 太以為自己知道了 又或者可以這樣 他們會覺得學生 其實未必真的很充分 代表到全國學生的意義 所以在這個同時就很講求 究竟 學生代表 如何可以真正正 現在輪選管理會發生的事 是可以真正交代表 交代表給基督會員知道 亦都令到基督會員知道 這件事是有關鍵的 這件事就是很困難的 剛剛 後來回將說 可能要多些宣傳 我這樣聽 即是我自己沒有方法 但我覺得這樣聽也是不夠的 那就真的要用心做 如果不是 永遠都只會留於會員 我們重複就是說 我們做得不夠 和基本會員做得不夠 但是我們立些方法改善 但還是改善不到 多謝主席 評論 有沒有台後會中 做得這樣評論 總之見不到 新問題 陳同學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問 候選黨事會的合適 我想問一問 你可不可以大概說一下 你2017年的 7月和8月的大概工作時間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回應和我的問題 因為2017年的7月8月 大概去到O Series的時候 其實去到那時候 大概都有幾個方便的要做 第一件事就是因為要做 要做新的日子 所以要製造新的紙籃 還有另外 有關做新的日子 有本 Master Schedule 等等 即是預訂的東西 另外也要製造一些 關於給Freshman的一些 袋子之類 另外 另外 製造完之後 就去到我們的巨屋 去到那時候 就要製造給Freshman的OT 然後 去到O Series 算了之後 就要準備這個Union Diary 謝謝主席 續問 陳同學 主席 我想問一下 我就這樣聽 其實高雀量都挺大 你一個人 但是你說Union Diary 想在Early September 那裡出到 但是呢 其實我問過 早兩年或者再之前 都沒有可能 在九月頭就出到 因為Pubset都很辛苦 因為基本上 你剛剛都說了所有事情 可能有更多 譬如有時候 CAC又會出些東西 那他們設計碟 又扔給你 就是一堆東西扔給你 那我想問 你怎麼確保自己 可以真的 在九月頭 出到Union Diary 然後加上 就是 一會兒又 招得太大 然後又扔上Council 然後又放回頭 這樣 我就這樣看 就沒什麼可能 陳同學 陳同學 多謝同學的意見 其實這件事 我都比較擔心 因為今年 我的工作 如果有限當時 我都會想出一會兒 所以在這方面的工作量 是比較大 但是我會 其實現在對於Union Diary 已經有一個初步的設計 所以我覺得 可以在六月的時候 可以在比較空閒的時候 就盡早設計 這個Union Diary 另外 關於跟不同的廠商 去商討 究竟用什麼紙質 或者封面用什麼材質 我覺得這些都可以 盡早談的 所以我都很希望 可以在九月頭 都可以出到Union Diary 我都是主席 主席 主席 有沒有台下會送 組得一間主席 主席 主席 平安 陳同學 主席 就是很忙的 你都知道 Rack Day Rack Day搞了一大堆 你不可能在七月才做 因為你一早要拿去印的 譬如你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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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裡是否真的可以做到 我希望做到 但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想 你不要給我 因為 我自己 提到一些質疑 到底能不能在九月頭 出到Union Diary 評論 有沒有台校會還在組織評論 所以見不到新問題 陳同學 謝謝主席 接著我想問一問候選公司會的面積 因為我看到第十九頁 在Union Building Management 說到 現時現時有很多Potential Spaces 我想問一下Potential Spaces大約是甚麼位置 同學 喂喂喂 都是主席 譬如說在Union Building地下的位置 譬如在Union Building地下的位置 就有三個被熟會搞活動的地方 但是譬如說在旁邊 譬如說在Union Building門口的一些斜邊的位置 其實可以用的空間 其實都可以放一些 譬如說家具給同學使用的 尤其是在一些時間 可能是Union Building地下的位置 在武術會搞活動 其實那塊空地沒有同學使用 就會有點浪費 所以其實尤其是在武術會使用的場地的時候 其實可以將一些輕便和容易移動的家具 其實可以推出來試試給同學使用 譬如說 陳同學 主席 我沒有明明在武術會使用的時候 就將一些家具推出 即是讓同學坐 是甚麼意思 陳同學 多謝主席、主席、主席大會 關於學生會帶流的地下空間的運用 其實因為我們之前和學生會辦事處的職員都商討過 其實我們就看到在學生會餐廳進入學生會大樓的側門 在Healers的對面 其實有個角落是可以讓我們擺放一些休閒家具 去給學生使用的 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內閣就認為 其實學生會大樓地下平台有很大的空間 可以給學生使用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 其實除了熟會舉辦的活動之外 其實也不是真的很多學生會 好好地完善到那個地方 譬如說那個地方是很大 但是完全沒有一些坐的空間 或者休息空間 可以和學生使用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善用這些地方 然後增加一些休閒家具 我們推行這些休閒家具 給普通同學使用的同時 也會盡量平衡熟會的需要 就是希望也不會阻礙熟會舉辦活動 多謝主席 續問陳同學 多謝主席 我想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那個位置的使用量是多少 有多少人考慮那個位置 還有你知不知道晚上 其實會有同一個跳舞 如果你擺家具的話 就等於你每天拿出來 你晚上要將這些家具再搬上去 可能是你的XCO房那些 陳同學 多謝主席 有關那個地方的使用量 其實我們都會覆盡到 可能在九月和十月的時候 都會比較多 會去舉辦一些 模擬諮詢大會 諮詢大會 或者周年大會 去到可能在三、四月的時候 也會有相關的學生團體 可能在那裏會舉辦一些福利周 或者勁國活動等等 再重新 還有我們都知道 其實在晚上 都會有不同的學生團體 在西方那些地方 進行一些跳舞的練習 所以其實我們最主要想 聚焦在學生會大樓平台 擺放家具的位置 就是在Helens 有間電腦箱 到對面的角落 那角落其實就不會阻礙 即是它就不會阻礙到 現時學生會網上預訂資源 可以預訂的一些 counter site 還有其實它也不會阻礙到 學生團體使用跳舞的位置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 可以先用Helens 對面這個角落 去擺放家具 做一個視點 希望大家同學 對於這個地方 擺設一項家具的反應是如何 那如果同學都是歡迎 這個新增的設施的話 我們才會再考慮 將擺放設施的行政政策 就可能拖展至整個 學生會大樓平台 但現時我們的計劃 就是希望可以將 學生會大樓 Helens電腦箱 對面的角落位置 擺放的家具線 希望不會阻礙到 不同屬會舉辦活動 還有不會阻礙到 學生團體在晚上 進行跳舞練習的情況 多謝主席 評論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剛才我跟Vinsert聊天 他就說 其實那個位置 長年都會有一些 不同類型的 推廣的餐櫃 在大選期間 也會有票站 我不是很看得到 擺放家具的空間 還有需要 因為其實他們只需要 搭升降機上一層 已經是可以坐的地方 在辦公室上 或者他推開到玻璃門 其實都是可以坐的 剛剛坐了很多人 在那裏 走過小式都可以坐 之後就不太明白 因為其實那個位置 本身就是被人家 打了一些 booth 或者是一個比較活動的空間 應該不需要一個休閒的空間 還有不要看到這個需要 然後 然後 好 大家這樣 評論 唐同學 多謝主席 是的 陳同學這麼說 那個位置 除了 都挺常 會有一些不同的 Protational Counter 可能如果要做的 可能要跟FWS 聊一下之外 很多時候如果熟會 可能是搞選舉要的票站的話 那他如果 正常動機 即是本身預約到那些位置 就預約不到那個Counter的時候 都 或者他特意 都會專門去那個Request 去預約那個位置 可能到時候 你就要想想這樣處理了 而且其實就 我個人認為 其實學生大樓地下那一層 那個環境 如果用來做休氣 其實都不是太良好的 首先他有不同 賣東西吃的店鋪在那裏 然後就 接著就有 他地下一層的廁所 那個一路都有 那個環境問題 有待解決 我覺得 跟阿Berry在那裏的話 可能會更加去prefer 就是 會不會是 再改善目前 現在一樓的座位 的環境 會比較好 就是 評論 有沒有台下會 還在組織評論 現時為下午兩時三十六分 已到達中央 中央諮詢大會既定的完結環節 現在進入記名發問的環節 請有新問題的會眾舉手 陳同學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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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會眾組織緊新問題 主席看不到陳同學可以發問你的第一條問題 陳同學 多謝主席 都是問問 Uni Building Management 那裏 我見到 A Strategy 那裏又說 想加多些 大圈的位置 我猜是 我只是想問一下 在哪裏 因為我看到 現在敷到像牆子一樣 那些玻璃 大概你是想增加在哪裏 陳同學 多謝主席 關於我們其中一個 就是希望可以增加多些 擺放活動的一些板位 其實我們都是研究了 其實在學生會大樓平台上去一樓 那個樓梯位 其實那個牆壁 其實我們想在那裏 增加一些宣傳板位 因為我們其實見到 那個使用率都幾高 還有其實因為 外於現在那個牆壁 是用油漆漆上 所以其實普遍是熟 或者同學都不會直接 將那些海報貼上去 以免是影響那個牆壁的質素 所以其實我們都很希望 在那個位置 可能加多一些宣傳板位 基於因為那個使用率都幾高 所以希望可以給多一個渠道 給熟會透過 在那個樓梯上 放一些他們自己的海報 增加到可以給熟會 宣傳他們換的渠道 多謝主席 續問 陳同學 多謝主席 我想問你如何得出 那條樓梯使用率高的定律 陳同學 多謝主席 其實我們得出 那個使用率高的定律 因為很多同學 他們可能在樓下地下平台的餐廳 賣完食物之後 其實他們都想找一個位置 去享用他們的食物的時候 都會走那條樓梯上去 學生會大樓一樓的 學生會辦公室對出的座位 坐下來吃的 這個是我們自己的觀察 其實我們都問過相關學生會辦公室的一些職員 他們都覺得 其實那條樓梯的使用率都挺高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可以先用這些位置 希望可以給熟會宣傳他們的活動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那個地方 加多一些活動 即海報的版位給熟會使用 多謝主席 續問 有沒有台下會中 組織續問 主席看不到 評論 陳同學 首先第一 因為現在本身那些玻璃全部都可以貼 而熟會是真的亂貼的 然後也有一些非熟會的都會貼 那 就是已經撕到傻了 沒有撕到一張 這是第一 第二 就是那個位置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可以用來貼 因為第一 那些油猜是會掉 所以它會貼 第二 第二 就是 那個位置的使用率其實不太高 它真的使用率都比較多 就是那些 就是經常在這裏出入入的人 譬如 是在二樓那裏 那一堆數的 那些裝 那些他們是使用率高的 但是 但是 全面的使用率都很高 我就要到這裏 是 那我就是 我也不太明白 怎麼增加那個 那些裏 就是增加在樓梯的位置 那些位置隱蔽到 隱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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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有 有沒有台下會中 組織這樣評論 所以看不到 現時為 二零一七年 一月二十四日 下五二時 四十一分 主席宣布 二零一七年度 香港大學學生會 周年大選 中央諮詢大會優惠 並於二零一七年 一月二十五日 下五十二時 三十分 於和黑徑平台繼續 Now the time is twelve forty one The central campaign for annual election 2017 will adjoin now and resume at 12.30 on 5th 25th 5th of January at in the hunting war podium